嗨,大家好,我是灰 上一部影片有介绍到极硬质起司与硬质起司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 今天要继续说起司的种类 我们马上开始 半硬质起司 含水量介于54到69% 依照制程分为三种不同的种类 分为细形、干形、拉风形以及其他类型 首先介绍的是洗型 是采用盐水或者是当地的葡萄酒、啤酒等酒品 清洗起司表面 让起司熟成 这个工序称之为洗皮 这是为了让喜爱水分的亚麻短杆菌 也是纳豆菌的一种繁殖 以进行熟成 在防放细菌和黴菌滋生的同时 也产生了其他深厚的风味 比如莫恩斯特起司 第二种干形 外皮经过熟成 但是没有经过处理 是采用自然干燥 比如贝尔佩斯乳酪 或者是哈瓦蒂 还有义式乳酪锅常用的凡提纳 第三种辣风形 比如高达起司 原产于荷兰南部的高达村 用牛乳或羊乳作为主原料制成 外观也扁平轮状 它的外层坚硬 有奶油以及坚果的香味 有一些起司工厂会利用不同的辣层 来表示口味 而熟成时间较短 则用黄色与橘色来表示 若熟成时间较长 则用黄色与黑色来表示 而外层若是包覆综合色的辣籽 则是表示烟熏口味的起司 同样是荷兰产的爱登起司 爱登起司是使用脱脂乳 作为部分的原料 乳质的含量以及热量 较有其他的起司低 而外观辣的颜色 也表示不同的种类 常见的红色辣皮 是荷兰外销出口的颜色 因此爱登起司又称为红波起司 在日本则有红郁的称号 其实在起司的外层包覆蜡质 称为蜂蜡 能够帮助起司维持稳定的品质 除了避免表面受到微生物的感染 黴菌生长之外 同时也能够让起司保持水分 让起司能够有更长的保存期限 包覆起司的蜡原料 是以食蜡为基底的食品及蜡质原料 并添加食用级的色素来染色 少量的食品及蜡质 并不会造成人体的危害 但是为了避免食用时 会影响起司的风味以及口感 使用之前 会先将蜡成除去 一般来说 硬质或者是半硬质的起司 才适合蜂蜡 而软质的起司则不适合 其代的起司还有瑞士的爱曼塔乳酪 传统的爱曼塔乳酪是使用未尽杀菌的牛奶来制作 这也是卡通吉利鼠最喜欢的乳酪 而经常看到这种乳酪切开后有很多的孔洞 那么这些孔洞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过去 科学家认为这种起司的孔洞 是因为二氧化碳所导致 这是因为这种起司在生产过程中 利用的三种不同的细菌 包括室热链球菌、乳酸杆菌、肺氏饼酸杆菌这三种 其中的链球菌、乳酸杆菌 会将牛奶中的乳糖代谢成乳酸 而饼酸杆菌分解了乳酸 产生了二氧化碳、醋酸、饼酸 所以这是造成孔洞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2015年 瑞士的研究中心发表了全新的理论 这种起司的孔洞主要是由甘草所造成 科学家透过在牛奶中添加不同数量的甘草颗粒 并在130天后 起司熟成时发现 甘草的数量会影响孔洞的数量 那么为什么甘草颗粒会出现在牛奶中呢? 在传统的挤牛奶过程中 微小的甘草颗粒和其他物质会掉落在收集牛奶的桶内 使得凝卤的结构变弱 而制作艾曼塔起司又需要用饼酸来发酵 而饼酸杆菌分解乳酸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形成更大的孔洞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化 及牛奶技术日新月异 转变为自动化的过程 而减少甘草颗粒进入到牛奶的数量 使得这种起司的孔洞也随着减少 而每一公斤的艾曼塔起司 需要用到12公升的牛奶 才能制作出来 它的收成时间分为三种 收成四个月 被称为Classic 收成八个月 被称为Reserve 而收成四个月 则被称为Premiere Crew 而美国制的艾曼塔起司 通常会被称为瑞士起司 和瑞士生产最大的不同 就是使用杀菌后的牛奶来制作 所以瑞士生产的起司味道 比美国的更加浓厚 这部影片仅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起司或乳酪 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去Google一下 更进一步的了解 每一个国家当地有特色的起司哦 起司是由牛奶所制造而成 有丰富的钙质与蛋白质 每天少量的摄取有益健康 但若有乳酪不耐症的朋友 吃多了会有胃胀气的状况 越硬的起司越容易发生哦 而且这些起司需要搭杯其他的食物一起吃 才能激发其中的滋味 这一集的起司介绍 大家有了解了吗 或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